恭喜姚明,CBA假球事件迎来意外反转 苏群揭晓,因获得福 CBA球迷看懂了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CBA联赛 聊聊在近期广大CBA球迷热切关注的 关于旧赛的假球事件 那么可以说这一次整个假球事件 在今天也是迎来了意外反转 而苏群他的一个揭晓 也能够让中国蓝鞋去看清楚如何解决此次问题 同时我们也要恭喜姚明 可以说CBA将会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不要忘了给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CBA联赛 更多喜欢CBA的球迷朋友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一聊CBA联赛 聊一聊假球事件的一个后续的消息 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 在昨天CBA季后赛上海南篮和江苏队的比赛以后 整个CBA是被很多球迷所吐槽 那么假球事件也是一度登顶了热搜第一 因为在上海南篮和江苏队的比拼当中 那么整场比赛最后的97分钟 确实让广大球迷难以去理解 整个比赛也在场上非常的丑陋 那么在这一次整个比赛 也是让广大球迷看到了CBA 可能出现了假球事件 所以说很多球迷也是希望 CBA能够去重诚 能够给到广大中国球迷一个交代 所以说通过这一次整个事件 其实整体影响的不仅仅是 江苏南篮和上海南篮这两个球队 那么更加不仅仅是李南教练和李春江教练 所以说整个事件是影响到了CBA联赛 后期的生存 也是对CBA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 所以面对这一次事件 我们看到中国蓝鞋方面 也是在今天凌晨立刻去响应 要求CBA联赛能够去进行自我调查 能够给到广大球迷一个真实的结果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之后 明显我们看到方方面面对于CBA联赛都是非常不利 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但事实上此次事件的发生 并没有让CBA联赛去因祸得福吗 实际上在不久之前 咱们国内的著名解说员苏群 他是带来了一个因祸得福的消息 也是让整个事件有了一些反转 那么苏群在不久之前 通过个人社交发布了一个动态 在动态当中 苏群首先是谈到了本次事件 对于CBA联赛整体的影响 CBA联赛公司也必须在后期 能够去认真调查 好好的跟进 但是与此同时 在谈到本次事件影响之后 苏群表示呢 其实这一次事情 把整个CBA联赛推上热搜 也是一件能够让CBA去翻身的好机会 因为在此前疫情三年的过程里 我们看到CBA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当时由于封闭的赛制 CBA也是没能够积极的去回应这些问题 导致整个CBA失去了很大的公信力 在球迷心目当中的口碑也是有所下降 但是这一次上海南来河江苏的事件 如果CBA能够去处理好的话 那么这对于整个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能够去扭转自己的形象 去证明自己仍然是一个相当职业化 那么能够去努力改变的职业联赛 所以这一次通过苏群这样的一个解释 咱们球迷也能够看到 此次事件虽然影响比较大 但同样也是CBA联赛能够去证明自己职业化的机会 如果说中国联赛方面CBA联赛能够很好地处理此次问题 能够去一查到底严惩不待的话 那么对于咱们广大球迷来说 更加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 同样也能够让未来CBA联赛收获更多的球迷 让CBA的口碑能够获得一个实质性的上升 因此我们也要恭喜姚明 那么我们也是期待着中国联赛后期能够带来最好的一个处理结果 咱们也是一起圣母一带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时间聊球的朋友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箱上留言 体育新闻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